辐射无处不在,生活防护有法,辐射无疑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问题,从自然环境到家中的装修地材,从医院的X光线,到常用的手机,微波炉,电视机,辐射无处不在,电磁辐射不仅会引致心悸,失眠,心跳过缓,痘性心率不起等症状,还会造成白细胞减少,免疫功能下降等, 不仅会导致男性性功能衰退,因此质量降低,还会使女性经期紊乱,容易流产或是导致死胎,低胎,辐射果真如此凶险,人们毫无招架之力吗? 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,辐射所衍生的能量取决于频率的高低,频率越高能量越大,对人体的影响也越大, 电离辐射包括核辐射,F射线等,危害较大,人们就一时接触到的ST,F光,胸透等级属于此类,非电离辐射危害性较弱,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接触,挂在嘴边的电磁辐射基础,与此类,主要包括手机,电脑,微波炉,冰箱,电磁炉,电热毯,杂印机,电网基站,通讯基站,高压电塔等,据数据显示, 非电离辐射能量较低,不足以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,电磁辐射防护规定,只要实际测量得到的辐射强度在暴露线值内,就是安全的,目前,我们所接触到的辐射计量都在安全范围内,对健康的影响较小,保持距离避免电器辐射,电器辐射主要是电磁辐射, 现代人每天使用最多的是电脑,近距离的接触,令程序员,编辑,网民躲也躲不开,时间长了常会出现头昏眼花,耳鸣等症状,保持距离是最好的防辐射方法,以看电视为例,与电视机的距离要在两米以上,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宜超过一个小时,孕妇更要减少看电视的时间, 人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最好保持在70厘米以上,电脑辐射最强的是背面,其次为左右两侧,人群活动最好避开这些地方,防范装修材料的辐射污染,装修材料的放射性是否超标,成为装修污染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,砖石、地砖、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之所以可能含有比较高的放射性水平, 原因是制作原料可能是由矿液废渣、煤渣、钢渣或工业副产品组成,而这些副产品里面含有浓缩的放射性物质,关于天然食材,中国已定立了放射性标准,天然大理石的放射性强度极低,全部属于A类标准,花钢食材的放射性强度水平依据其强弱不同划分为A、B, 第三个级别,居室装修时应选择A类产品,需要注意的是,家装摆设的化石、玉石、石胶等也可能产生放射性辐射,市场上有一种能在夜里发光的装饰品,具有很强的放射性,不适合在居室内摆放,有些含零矿物被加工成叶明珠,其放射性也偏高,在购买装修建材时, 应向经销商所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检验合格报告,或产品的放射性水平分类检验报告,在查看检验报告时,必须留意检验报告上要有CMA计量认证专用章,检验依据英维国家标准,新房装修完工后,最好请放射性质点部门检测室内空气情况,平时要注意加强室内通风换气。